以年 常年期 第十五主日 弥撒福音 公读 圣马尔谷福音 那时候 耶稣叫来十二门徒 开始派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 赐给他们制服邪魔的犬顶 嘱咐他们在路上除了一根棍杖外 什么也不要带 不要带食物 不要带口袋 也不要在腰带里带铜钱 却要穿鞋 不要穿两件内衣 又对他们说 你们无论在哪里 近了一家 就住在那里 直到从那里离去 无论何处不接待你们 或不听从你们 你们就从那里出去 扶去你们脚下的尘土 作为反对他们的证据 他们就出去宣讲 使人悔改 并驱逐了许多魔鬼 且给许多病人附游 治好了他们 上主的圣言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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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